老者决定前往康特妈妈的住处,一方面想要确认康特的母亲是否已经回来,另一方面也打算照顾一下康特的狗狗。 同时,老者还为阿祖法接一台光疗机,以帮助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。 欢迎朋友们来到康特和阿祖法的日常生活记录。 老者决定前往康特母亲的住处,上次他已经向吉尔纳透露了关于阿祖法的情况,这次他打算与康特的母亲详细商讨此事。 老者计划在适当的时机安排他们去看望阿斯曼,老者还需要买一些东西,买完东西后,然后继续他的行程。 在驾驶的过程中,老者的思绪不断在康特、阿祖法和即将见面的康特母亲之间游走。 他希望通过这次拜访,能够为这个复杂的家庭关系找到一个平衡点,同时也为阿斯曼的未来铺平道路。 经过漫长而疲惫的车程,老者终于抵达了康特母亲的住处。 吉尔纳已经注意到了老者的到来,立即快步走出来迎接。 老者让吉尔纳把这些东西拿到屋里去,老者还得照顾下狗狗和猫。 处理完这些琐事后,老者并没有康特母亲的身影。 他询问吉尔纳康特的妈妈还没回来吗? 吉尔纳说她还没有回来,也不太清楚具体什么时候会回来。 就在这时,老者的手机突然响起。 他掏出手机一看,发现是阿祖法打来的。 电话那头传来阿祖法焦急的声音,说孩子阿斯曼生病了,得了黄胆。 老者听后立即安慰阿祖法,他马上就过去。 黄胆对新生来说并不罕见,他会想办法的。 这时,吉尔纳似乎听出了电话那头是阿祖法的声音。 他急切让老者把手机给他,他想跟阿祖法说几句话。 老者略性尴尬地看了吉尔纳一眼,然后轻轻摇了摇头。 他很清楚,阿祖法现在并不想与吉尔纳有任何接触。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矛盾,老者婉拒了吉尔纳的请求。 挂断电话后,老者匆忙地向吉尔纳告别。 他心里十分着急,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去看望生病的阿斯曼。 老者决定先去医院租借一台光疗机,主要用于治疗阿斯曼的黄胆。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长者,他对这一方面的知识有相当深入的了解。 毕竟他曾经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,甚至新生儿黄胆的常见性和治疗方法。 老者心里盘算着,光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, 能够帮助婴儿体内的胆红素分解,从而缓解黄胆症状。 怀着急切的心情,老者很快就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。 他希望能在这里借到所需的设备。 然而,当他询问负责的医生时,却得到了令人失望的回答。 医生告诉他,院内的光疗机已经全部解除,暂时没有可用的设备。 不过医生并没有让老者空手而归。 他体谅老者的交集,便善意地提供了另一个可能的借机地点。 老者对康特是真的不错,目前康特并没有找老者借钱。 他知道老者帮了他不少忙,也不想太依赖别人。 有网友提出建议,希望摄影师能站出来帮助康特。 毕竟康特如今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,手头几乎没有什么积蓄,连日常的生活开销都捉襟见肘。 阿祖法也私下与摄影师沟通,表示希望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经济支持,哪怕是暂时的缓解也好。 阿祖法清楚,康特已经无力应对当前的财务危机,而他自己也无能为力,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别人求助。 可是摄影师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。 摄影师的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,他告诉阿祖法,自己目前的财务状况也并不宽裕,因为他之前已经将大部分积蓄花在了购买土地和建造房子上,几乎没剩下多少钱了。 但事实上,摄影师的一部分说辞,真正的原因是他对康特的表现感到深深的失望。 摄影师看着康特现在的状态,觉得他并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。 康特的经济来源不稳定,连基本的收入保障都没有。 康特现在依赖他人,动辄借钱来解决问题,而不是主动去寻找出路,靠自己的努力来维持家庭的生计。 摄影师害怕,如果自己现在伸出援手,康特会越发依赖外界的帮助,而不去反思自身的问题。 因此,摄影师打算把手头的资金存起来,以被将来出现紧急情况时能够提供真正的帮助。 尤其是阿祖法母女,必须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经济基础,以免他们日后受苦。 老者终于成功借到了光疗机,心中充满了如是重负的感觉。 随后,他迅速启动了汽车,朝着阿祖法的住处驶去。 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。